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是民進黨 今天就是立法院 未還委員會 審議這個砍勞工七點假 就關鍵的一次委員會 只要今天的委員會 做出的結果 是交付黨團協商 也就是不繼續討論 交付黨團協商 只要做出這個結果 或者做出禁負二毒的決定 勞工的七點假就不保了 為什麼 因為只要交付黨團協商 他們根本不用協商 黨團協商是一個黑箱 只要在一個月內 所謂的協商期間 沒有任何的結果 就可以進步送到院會 二毒 表決通過 民進黨 民進黨殺 民進黨殺 我們也沒有看到 我們也沒有看到 時代力量 在贊成說 直接在院會 就是要處理不當黨產 院會就是要處理 國民黨的不當黨產 國民黨 長期末世勞工的權益 這是為什麼 今天台灣的勞工 會過勞最主要的理由 國民黨還有臉 站在上面 所以說要開會勞工權益 他們是他們的側翼 護水組織啊 對不對就這樣子啊 很清楚啊 那他就故意不讓他開會 不故意不讓他開會 就是要直接進入二股嘛 這個剛才跟時代力量 與國民黨跟北 都有基本的通意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講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 今天導致委員會 大家有不同意見 我們可以得起再看 沒有關係 我們再進行一些波動的動作 到最後 最後一定要超越界湯 超越界湯沒有結論 當然就是這個表決 那今天出委員會 還有最快要一個月時間才能表決 那我們認為 既然有不同意見 我們繼續溝通 但是呢 請大家相信 民主金融這個版本 已經站在 沒有一個版本能夠有雙方都同意了 我們的版本 資方人罵老方人罵 各位版本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都有不同聲音 那我們繼續尊重不同聲音 繼續來溝通 今天非常多的決議代表 也從去年左右就開始 展開了這 長期的抗議 是在什麼樣的情況 什麼樣的政治環境 逼得他們 非得要用犧牲自己身體的方式 來爭取一點點發言的空間 來讓勞工的聲音有機會 在我們的立法院亂鬥裡面 能夠發出一點點的聲音 這樣的一個二質的法案 沒有公聽會 沒有聽證 只有勞動部 找了民進黨 自己內部的人員做的民調 就網稱 我們勞工都同意一例一休 勞工都同意坎氣連下 這一次國民黨的版本 一週二例 其實是非常明確的 另外我也希望 特別把國定假日紀念假日 十九天的國定假日 更明確化的 提高他的法律位階 事實公司來假裝是周兄 或日紀陳雄文就在做 七天假的砍料 陳雄文是罪鬼獲手 國民黨過去 壓迫台灣的 跟政商關係好的人 一起壓迫台灣的勞工 其實大家都是有勞動的 我們並不是說 現在國民黨就是注定的 要來欺騙勞工 要來出賣勞工 但是我們真的不樂見 國民黨繼續重蹈過去的覆轍